小朋友好 我是優格姐姐 剛剛啊 優格姐姐在學魚的嘴巴喔 是不是很有趣呢 今天啊 我們要認識一種 很漂亮也很特別的魚喔 是什麼呢 我們趕快去看看 牠喜歡吃小蝦 牠住在珊瑚礁 牠跟海葵是好朋友 這是什麼動物呢 是小丑魚 牠的臉跟小丑很像 是小丑魚 牠喜歡吃小蝦 是小丑魚 牠住在珊瑚礁 是小丑魚 牠住在珊瑚礁 今天我們認識的動物是小丑魚 小丑魚因為跟小丑長得很像 所以就叫做小丑魚 小丑魚都住在珊瑚礁裡面 跟海葵一起生活 所以牠們是超級好的好朋友喔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小丑魚會幫忙海葵 清掉身上的寄生蟲跟壞掉的身體組織 而海葵會保護小丑魚 不被大魚給吃掉喔 所以牠們就互相幫忙 互相照顧 因此就成了生活上很重要的好朋友喔 小朋友 這樣子都認識小丑魚了嗎 下次再跟著優格姐姐 認識更多的動物 還有更有趣的事情喔 Sisters 嬉痛 Dam